云听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张云雷 二十多个乐手操练着手中的乐器 清脆的金属声响伴随着厚重的鼓声 交汇成颇具有古典韵味的传统音乐 分裂两行的薄囊乐手 闻声起舞 绸带腾空 与两边手握剑脊 庄严肃立的礼仪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挂甲寺庆阴法骨 鸾架老会的表演现场 挂甲寺庆阴法骨是金门法骨中的一种 金门法骨是天津市的地方传统音乐舞蹈艺术 以老会或圣会的表演形式出现 法骨一词最初源自佛教 是僧道做法时演奏的音乐 后传入了民间 在老百姓庆祝丰收或者年会庙会实验处 民间法骨众多 挂甲寺庆阴法骨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是明代崇祯皇帝时 他的后妃曾赐给挂甲寺半幅鸾架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 挂甲寺僧人凭借这半幅鸾架 成立了挂甲寺庆阴法骨鸾架老会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2008年金门法骨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挂甲寺庆阴法骨 非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拴在了铿枪有力的法骨上 这个法国啊 充占这个挂甲寺地区 就是大伙想娱乐就这么一道法骨 我当初是玩会事 因为自家的豪迪辈都是玩这道会 小时候的奶奶抱着我听会下 六七岁时候那种我就费拨 等十一二岁时候 无中打击月都会了 老一辈也跟我说 咱挂甲寺以这个冲振厚匪娘娘 赐给挂甲寺的半副乱家为主 什么叫半副乱家呢 冲振匪的南徇挥宫的时候 一看见挂甲寺地区的老百姓呢 宅谎呢也没有当地上宫 把这副乱家呢也留给了大村庄 请永正九年挂甲寺呢 这地区的爷们就把法骨跟乱家 合一块了 就成立了挂甲寺庆认法骨 乱家老汇 老一辈那就是说 把东西都传给我了 对我的希望挺大 我当时就说我一定把老汇好好的传下去 旧时的天津民间 法骨用来庆丰收和新年 以及在各种节庆年会庙会上演出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 整个市区的法骨声连绵不断 响彻全程 与各种花会 灯会 交相辉映 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日 是天津民间举办皇会的日子 也就是庆祝海神天后娘娘的生日 以求屈栽赐福 而法骨是皇会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随家音乐 唯无显赫 法骨表演通常为文法骨和武法骨 挂甲四轻音法骨最开始是文法骨 也就是乐手们大多是坐姿进行演奏 动作幅度相对较小 嘉庆年间 挂甲四人向天津田庄 胡文平 刘四爷两位武师求艺 融入了武术的元素 从此便由文转武 傅伯安老先生介绍说 在老辈艺人的演艺中 还曾有非薄非挠互相斗法的经典场景 也是五法骨齐名的切实体现 挂甲四轻音法骨带有浓郁的地方气息 是一个将精彩道具 高超表演技巧和优美舞蹈动作 融为一体的传统文化 法骨表演动作刚柔并重 暗藏十三角 有民间艺术正统之称 挂甲四有句言语 什么啊呢 挂甲四的会呀 活首罪 除了会呀 荡窗杯 内签也要产甲会 各种服装 要齐杯 除会 划签 靠知费 现在国家力度特别高 我们储慧还都得给补助 给劳务费嘛的 确实对我们的会上帮助特别大 这个我们的项目 哎呀 开发至少 锻炼审题 尤其年轻人 学生们 孩子们掌审题 现在目前呢 就经过这六七年吧 我们也进过大学 也去过中学 也去过小学 每年都进校园啊 传播非一样 现在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没说 也有一整套的经验 希望那人 拿这事当回事 现在有的都六十多岁了 如果假如没有 我们这帮小孩 在前面盯着 就会还挣够强 我这一生也就最爱好发鼓 一场只有节奏 却又超脱于节奏本身的发鼓表演 将天津的城市历史和乐手们 紧紧连在一起 也正是傅宝安这样的传承人们 如今仍坚持积极地 开展各项传席活动 让更多的人 认识和接触到金门发鼓 百年音符 才得以言传至今 致敬非遗匠心 云听独家出品